由于现在台电的亏损很严重 电价审议会就决议了 从4月1号起工商到民生用电 这波调整全都要涨 平均涨幅来到了11% 但是国民党就跳脚了 认为政府的政策错误 没有办法苦民所苦 因此国民党团就跟民众党团联手 用人数优势在立法院强势表决 通过电价动涨案 然而依三权分立来看 即便表决通过 也只是立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建议而已 电价是否动涨 经济部怎么说呢 依据电业法第49条的规定 维持电价调整的决定 再度引爆国民党不满 你说依法 那我就直接修法 5月3号再次蓝白联手 将电业法的修正草案禁服二读 这就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未来的电价涨跌 也都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民进党团就炮轰 根本是用立法权钳制行政权 但无奈啊 这个现实是潮小也大 草案禁服二读之后呢 随即进入到了朝野协商 而协商经过冷冻起一个月之后 国民党团最快呢 可以在6月4号的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排入议程 接着在6月7号院会表决 不过也有立法院的议事人员说啊 即使修法通过也只能够要求 9月的电价审议会决议的内容 必须要送到立法院 恐怕还是无法改变今年4月的电价调长案 但我们来分析这几次表决全部都是蓝白联手 大杀四方 但院会呢 在修电业法的时候 却有两位民众党的立委没有到 这也让蓝绿的两党 受到民众党确实已经开始没有团进团出了 原来是党主席柯文哲为了避免党团遭到绑架 因此呢就开放 除了重大议题之外 其余的民生议题 让党籍的立委自由投票 也就是松绑团进团出力 而这消息一出啊 等同也让民众党重回左右逢源 代价而沽的地位 但这会不会就此改变以后的国会生态呢 更多的深度分析及政治内幕 还是国会攻防 我是一记 请时序锁定华视新闻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